什么是答案? 我们从读书开始就学习怎么找答案 所以当你答案找得多,你分数就高,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成就 所以我们对答案的定义就是对跟错 对的时候你的分数就有了,不对就被扣分了 但是当人生的答案就不怎么是对跟错 因为你发现好多事情,你对对什么叫做对呢? 这时候我们就产生很多疑问 那为了不要让我们太多的疑问 所以因此我们被教育说,你就找到一个明显的目标 你达到目标就是对的答案 所以当我们读书的时候,人家会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成绩好的话,你的未来就有光明的 等到我们毕业之后,有人就告诉我们说 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然后你人生就光明了 之后你就可以组成美好的家庭,然后等等一连串就下去 这就是我们被教育的寻找的答案 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当答案达到之后 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子呢? 我们有很多的疑问 因此,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跳脱这样子的游戏规则 明年就是奥运开始嘛 那有很多运动员,他们也开始在运动 他们不是纯粹健身,不是纯粹让自己身体健康 他们有个目标,就是我要拿到金牌 如果没有这个目标 我为什么一天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在那边训练呢? 所以你不怕发现你人生不像这样子一样吗? 所以我把它形容叫做猎人的人生 我们的生命就像以扫一样 在抓,然后在看到猎物,去追 追到了,没错你得到了,但是你很累 圣经说以扫累昏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如果我们一起继续要这样子过的话 到最后,当我们人生还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突然间惊觉 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想第一个部分,我先跟大家谈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大家也是很熟悉 他叫所罗门 或许你没有认真,你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的 你或许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简单说,他是个王 简单说,他很有钱 简单说,他很聪明,充满智慧 我们把它称作人生的胜利主 难道我们不希望这样子的人生吗? 又有地位,又有钱,又很聪明 想要什么就什么 难道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吗? 我们从小教导小孩 不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生吗? 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追逐答案的时候呢 他开始定义什么叫做答案 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 对不起,《传道书》 《传道书》的第二章 《传道书》的第二章 他对人生的答案 第一个定义,他这样定义 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他说 我心里说,起来,来吧 我以喜乐适适你,你好享福 他对人生的答案就是享福 什么叫做享福呢? 英文是叫做enjoy pleasure 就是享受快乐 坦白讲,英文跟中文 跟希伯来文还是有点差距 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是说 在好中看见 在好中看见 比如说你不是只有在好中 你不是只有人生设立主 你还要看见 好,现在问题是 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做好? 以希伯来文的概念所谓的好 他至少有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他必须要有价值 第二,他对你要有利益 第三,你要有喜悦的感觉 这叫做好 你不觉得你都追求这三样吗? 要有价值 对你有益处 要有喜悦的感觉 所以因为这样子 这个所罗门他就开始寻找 在好中看见的路 来借此寻求答案 简单讲他讲了很多 我把它归纳成四项 因为也没有时间了 他说 第一个就是欢乐 我就是希望我人生充满快乐 所以大家很喜欢看喜剧片 笑一笑 觉得人生好像很光明 为什么小丑这样子的职业 类似这样的职业 在历史上永远不会衰退 因为大家太苦闷了 活得太苦了 所以希望追求欢乐 但是问题是 这样子的好像持续的不太久 因此他放弃了这个 第二个他就学习怎么样来享受人生 他去追求美事 他用酒做代表 他这一脚不是讲那个酗酒 喝喝酗酒 不是 很可惜我不会喝酒 要不然我住的那个城市叫做阿德雷德 阿德雷德有一个很有名的葡萄园 叫做巴罗桑 听说是澳洲最出名的酒 如果你们对有这个研究的话 可惜我不太会 那他就是这样子 用这个长酒 享受各样的美食 来追求人生 那我们把这个酒换算成不同的方式 有人喜欢集友 有人喜欢收集很多的东西 有人喜欢环游世界 等等等等 收集美物等等 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基本上 你看他自己本身也是个音乐家 所以他可以请这个唱歌的男女 当时没有CD 没有什么网路音乐 没有 所以就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人家唱给他听 就像刚刚这些可爱的小孩 唱给我们听 大家每一个脸色都很好看 他还被听他们唱歌在那边笑 因为那个歌声打动了你的心 所以他也是这样子 音乐家 很多啦 你可以自己去看 那结果呢 他发现还是不够 所以因此他开始从物质上找手 因此你可以看到他大兴土木 建造房子 什么葡萄园啊 原油啊 等等这些事情 我想大家也会去看到有些人的房子 非常非常的华丽 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到 Brisbane 那时候我被派去一个礼拜协助 后来他们信徒就带我去那个Rubbie Bay 就是他们的一个海岸 那边的房子都很大很大 我这样走走走走走 这样绕了一圈 我心里想说 我这辈子大概住不到这种房子 那心里突然间就有一种难过的心 突然间有难过的心 因为我觉得我越看越觉得越失望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 你明明住的明明很幸福 但是你看到别人有好的东西 住的大房子开好车 你心里开始沮丧起来了 后来还好那时候我突然间有个意念说 还好我还有天果 要不然我这辈子真的是很 看不出来有什么人成功的结果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也添购了牛羊 添购了很多 反正就是你能够想到的 他都做到了 甚至他有很多的老婆 那这样子的人生 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追求的 但是他讲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他这些追求当中 他有一个动机 我们看第九节 第二章的第九节 这样我就日渐昌圣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第十节 凡我言所求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我言所得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他后来找到一个 他勉强可以接受的答案 就是说我这一生子这么辛苦 我至少要享受一下啊 对不对 来弥补我这个劳苦的人生 我相信大家有这样的 可能都有这样的愿望 退休就是要过一个很舒适的日子 有一次我看了一篇商业杂志 他说啊 你要退休过得很舒服 你要存十年的年金 意思是说假设你在台北一年 假设是八十万 我不知道啦 我是随便讲个 八十万的话 你一定要存八百万 你的退休生活才会过得很舒服 那如果你没有呢 哇怎么办怎么办 事实上是真的这样子吗 但这就算有了 他的心里想在说 好啦我这辈子这么辛苦 我现在剩下这些时间好好地去享受啊 所以他给人生的一个答案 就是说我因为很劳苦所以我要享受 但是真的这是答案吗 我们来看十一节 他这么说 说后来我常和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劳碌所成的工 谁知道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哇讲这句话你会发现 传道书最多的字就是虚空啦 所以虚空直接翻译就是没有意义的意思啦 那你会觉得说 看传道书你会让他觉得很灰色 坦白讲传道书不是跟你讲虚空的人生 虽然他虚空出现最多次 传道书要告诉你什么叫做 怎么样活才不虚空 这个主题还是真的传道书的主题啊 要不然他只是刚讲虚空的人生的话 你不要看传道书 你去看佛经 佛经讲得更深入更精彩 这是传道书要讲的主题 但是很可惜 在他还没有讲到这个答案之前 他得到的一个结果是虚空 什么叫做虚空呢 我用一个形容就像你看到戒指盒 你会想像说这戒指盒里面是什么 戒指盒再漂亮你也不会太多的期待 因为你期待戒指盒里面的戒指 结果当你戒指盒打开之后发现 哇 没有戒指 这就是所谓虚空的意思 有外面的形 没有里面的实在 这是这个 所罗门他对的结论 因此你看到第二章第17节 他说 所以我恨恶生命 哇 用这个字 恨恶 你会用这个恨这个字吗 譬如说我恨某某人 你敢这样讲吗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代表你在身上可能他伤害你身 他伤害身 基本上我们大概不会用太这么重的字 他已经用这么重的字 他什么都有了 结果他说我恨恶神命 后来他这样讲之后 为什么 我们派来后面他跟我们理由 17节 因为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事 我都以为烦恼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日光之下的事 都是 我们讲这边说都是坏 都是坏 都是烦恼 烦恼他意思是坏 烦恼就是说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让你很多很多的忧虑 很多的那个 让你很多的压力 我不知道大家也没有那个印象 当你拿着你的锁石 进到你买的第一栋房子的那个时刻 门打开之后 进到里面 呼吸的空气都是甜的 我的房子 躺在床上好高兴 很兴奋 我的房子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月 你就没有感觉了 当你开始开第一台新车的时候 打开 门一开 里面充满的这种真皮味 新车的味道 开起来都觉得说 我看 我人生充满了亮光 一个礼拜之后 你会发现 也不过如此 这就是所罗门的感觉 他感觉他找到答案了 追到目标 就一开 好像这个戒指盒打开 空的啦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这个为什么他讲到这么重的话 这就是他的人生的结论 坦白讲 如果这句话是我讲 你大概不要相信 因为 虽然我年纪也不是太小 但是在诸位长辈 我是很年轻的 用我这样比较年轻的 跟诸位长辈讲这个 其实是 坦白讲是没有什么说服力 但是这句话是所门们讲的 一个人生 是人生胜利主的人 又有地位又有钱 又什么都有的人 他讲这句话 那你可能要稍微重视看看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因此我们再回去想想看 我们该怎么办 当然因为传道书很多 我没有办法一一讲 我直接跳到重点 就是我刚才讲过 传道书他所给我们的主轴 是怎么过才不虚空 这才是传道书的内容的主要精华 你不要说每次看到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在那边虚空到底就是传道书 不是 他告诉你怎么不虚空 怎么样不虚空呢 第七章 请看第七章 第二节 第七章 第二节 往招商的家去 强如往燕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 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里 我用现代的话来说 我刚到澳洲的时候 坦白讲 开车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GPS 那你每次要翻地图 后地 尤其是那个大都市 好基本啊 从这一页翻到这页 穿到这一页 所以找个地方 你要先做功课 从哪里转 从哪里转 转错了 你就怎么办 你要回到原初要不然 你找不到地方 那现在不错了 现在有GPS 那GPS有个好处 当你要用GPS的时候 你要首先做什么事情 你要先设定你的目的地嘛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有一个最高级的GPS 结果呢你在用的时候 我要去哪里 不知道 那你买那个干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先设定 我要去哪里 好 人生要去哪里 这也说 死是众人的结局 当然这不是告诉我们 说穿家婚礼不对 不是这样子的 他只是说 透过每次参加丧礼 我明天就有一场丧礼嘛 参加一个丧礼的时候 他给我告诉你 说 那个将来就是你啊 躺在那边的那个将来就是你啊 有一次我在雪梨的时候 那信徒就跟我说 传道我带你去一个 南半球最大的墓园 我心里想说哪里不去 去墓园干嘛 好啦 当然我不能说不要嘛 就去啦 现在如果以前没有GPS 他们说 有人大到说 进去就迷路了啦 哇 所以 尤其是快要傍晚 要准备要天黑 那迷路会吓死人的 那个墓园很特殊 因为澳洲地方是 澳洲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所以每个人 他的背景一定是从各地来的 有的是从亚洲 有的是从欧洲 那你可以从他的墓园当中 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性 譬如说有俄罗斯的坟墓 有俄罗斯的坟墓的样式 那如果是犹太人 他一定会有个大卫之心 放在那个地方 当然也有华人的坟墓 就华人的坟墓一定是大大的 让你看起来好像 我很有成就的样子 所以你看每一个坟墓 装饰都不一样 每一区他的这个装饰也不太一样 所以蛮有趣的 重点是有一样是一样的 里面都是死人骨头 不会说我这区比较高级 里面的骨头比较有价值 绝对不会有人去挖那个坟墓 把那个骨头拿出来 不会有人做这种事情 因为这就是人生的结局 所以有时候你去看那边看也不错 所以还有一次 还有人为了在要办活动 居然就在那个墓园 外国的墓园坦白讲都比较干净 会在那边墓园办那个 在那边浇游野餐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因为你放眼望去 那就是你的将来 你可能在里面当中一脚 埋在那里面 那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结局之后 你再回来看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你可以看开一点 如果你今天被老板骂 你心里很难过很难过 因为你发现你的同事非常糟 这个人就是要讨好老板 要讨好老板 要讨好老板喜欢 所以他可以得到高位 为什么不行 当你心想不开的时候 看到坟墓你就看开了 当你学校今天你得到一个不及格 你心里很难过 我说糟糕 我可能这辈子变灰色的 等到你看了坟墓之后 你发现也没那么糟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也不小心也会不及格 对我现在五十几岁来 五十岁的生命来讲 不及格对我来讲 没什么意义 也都过了 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事情 当你站在远方来看事情的时候 你真的心里会比较开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 心纠结在那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 这个所谓们所告诉我们 从结局的角度来看人生 那第二个呢 就是刚刚在宗志士 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明天谁在掌管 如果你知道有一个掌管你的 是爱你的 即使你找不到答案 又何妨呢 小孩子他今天 他所愿望就是说 当他出去的时候 父母在身边 即使他到了迪士尼乐园去 父母不见了 他不会说 哇 那个很好玩 啊 那个怎么样 他第一件事 我要找父母啊 因为我只要找到父母了 就算我离开迪士尼 就算我今天就回家了 我也心甘情愿 有时候我觉得 这个概念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说 如果有你知道 找到一位掌管明天的主 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重要 那但是呢 传道书他告诉我们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概念 我们请看一下这个传道书的第三章 传道书的第三章 他到他发现了一件情况 就是第三章第一节 他说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接下来你从第二节开始 你就会发现他有生有时 死有时 灾众有时 拔出有时 杀戮有时 一字有时 噼啪啪啪写下来 那这个写下来当中 你大概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得 第二类是失去 有时候是你喜欢的 譬如说 栽种是你喜欢的 拔出是你不喜欢的 建造是你喜欢的 拆毁是你不喜欢的 和平是你喜欢的 杀戮是你不喜欢的 那在这些事情当中呢 我们有时候会得答案就是说 我得到我喜欢的 就是答案 我如果得到我不喜欢的 就是错的答案 是这样子吗 人生真的是这样子吗 所以有时候 你不需要对你人生 趕快下一个定义 说我今天生病 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 或许是 但是不完全 这不完全是答案 他有时候就是 你生命当中 刚好这个时间 你就要发生这些事情 就像这个天气 有春夏秋冬 当然我们台湾 还好我们台湾也是春夏秋冬 我住的那个地方 夏天有时候热浪来的时候 是四十度的 四十五度的 冬天就像我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在爱德雷要出来 那天那个半夜是一度 一度 那你看在那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冷热非常的 非常的起伏很大 所以坦白讲 那个树木都很漂亮 颜色很多 你现在已经看到 颜色很多 这个时候也不一定说 热是好 冷是好 所以因此你要找答案 不要再根据 我喜欢什么 我看见什么 我觉得对我什么价值 或是我有那个喜悦的感觉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那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他告诉我们什么 请看一下第三章 第十一节 神造万物 各按其始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这里说神按始成为美好 所谓的美好 我刚才讲好是什么 希伯来文叫做豆腐 这个很好记 就是我们喜欢吃豆腐 豆腐很有营养 所以你要记得 希伯来文的好 就是豆腐 又营养又健康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神眼中的好 神眼中的好 开始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创世纪第一章 神看光是好的 那个时候呢 神就开始创造光 所以那个时候 你会看到神看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好的 因此我们对好的定义 要从神的角度来看 不要再从我的感觉 我的逻辑 跟我的决定 这个是很肤浅的 因为我们的感觉随时会改变 今天天气好心情很舒服 今天天气不好心情就很郁闷 如果你好的根据我情绪的感觉的话 那很危险 如果我们今天的好定义 是根据我所选择的 那你压力很大 当你买了一栋房子 房子开始掉价的时候 明明你住在那个房子住很好的 明明这个房子很舒服 你心里就感觉很不平安 为什么 哎呦我房价一直掉一直掉 你又没有卖 你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觉得很不安呢 因为你是根据你的决定来决定的好 但这边说不是哦 是根据神的眼光 那神也是要有定义好的定义是什么呢 他说又将永生放在你的心里 原来神定义的好是跟永远有关系的 简单讲就是说 这件事情可以存到永远就是好 这件事情不能存到永远就不是好 简单这么讲 我在2011年的时候 2011年的时候 买了一个second hand的iPhone手机 3GS 这是我第一个用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那里面只有8GB 其实很小 所以照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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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不够啦 基地不够怎么办 没办法 就打开啊 我现在又要造新的照片 那怎么办呢 开啊 这个造的不好 删掉 这个相片里面 我没有在里面 删掉 这个相片 不知道在造什么东西 删掉 最后留下来的 是你觉得有意义的 可能是你觉得你在里面 可能是你知道 这个照片是有故事性的 你才会留下来 人生难道不是这样吗 哪一天我们到神面前 你要拿什么给神 你有相片吗 有神在里面的相片吗 有神认定你人生意义的相片吗 有神看着觉得好的相片吗 如果有的话 哇 故事可以讲 神可以慢慢讲 讲讲讲 我可能讲这个 有些年纪比较大 可以体会 因为以前照相的时候 一卷都是什么 36或是24 你不能随便乱照 吃东西也照 这个刷牙也照 什么乱照 24张36张 像是花很多钱 对不对 因为现在都大家乱拍 不要乱拍 那以前不是 以前那是买照相的时候 每一张相片洗都很贵 所以你要再筛选 到后来他们有些像 洗相本 他会给你一个 小小的那个视窗 一张纸 那你要勾 我要洗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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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子 你要洗多少照片给神 这就是神所认定的好 简单讲说 你现在所做的 可不可以再存到永远 这就是所要 神所要的认定的好 也因为这样子 神要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存到永远 所以他给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 有的是栽种 有的是扒出 有的是让你建造 有的让你拆毁 这是神的美妙的地方 所以很多基督徒 当他开始经历一些人生故事的时候 他心里就会像约瑟说的 你们原本是害我的 这事实 也不用狡辩 他们这些兄弟就是害他 但是他给赋予他一个新的意义 但神的意识 原是好的 借着我要保全家的性命 就是说他给这件事件 下了一个定义 因为是神安排的 他找到目的 刚才刚刚那个中指使讲的 我可以非常能够认同 你说讲自我实现 太抽象了 你如果找到神 给你这个人生的一个目的 真的认真去做了 抓住了 答案你就得到了 最后我讲一个 一个个人的感想 2007年那时候 我还在台湾 有一次我在 对不起 2009年 那时候我在台北 这边有办一个 那时候有办一个什么讲习会 我有点忘记了 那我讲课讲完就要回去 回去台中 那坦白讲那场讲习会 我自己觉得 好像讲得还不错 我自己觉得 可能别人不是这样觉得 反正自己高兴就好 那当那天要回家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住台中 哇 下起大雨来 我就好想回家 我那台老爷车 只要超过110 那个玻璃就会震动 你知道吗 我一路都在震动 哇 一路都在震动 我在车上当中 我想起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没有家 我今天意义在什么地方 好了 就算你今天做的事情 再怎么顺利 你讲的大家都痛哭流涕 哇 大家都存在心里 然后呢 我今天没有家 那我今天意义在什么地方 因此当我到澳洲的时候 当然我不是每天常常回家 但是到了 譬如说聚会晚的时候 我会回到传道房 回到传道房是在休息 但是跟回到家不一样 回到家我不一定休息 有时候还帮忙倒垃圾 有时候还早点早起来 要帮忙煮咖啡 对不对 不一定休息 但是你就觉得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原来回到家 不是只有那个空间 是你跟你所亲密的人 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好 我们现在换到我们人生 人生有两个结局 第一个结局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 他给我们的一个两个画面 这两个画面 做我今天 步道会正道的结论 我们请看一下 诗篇的第十七篇 诗篇的第十七篇 十四节他说 耶和华 求你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什么呢 不是坏人哦 是世人哦 那是什么世人 你看后面怎么说 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你把你的财宝 充满他们的肚腹 他们因为有儿女 就心满意足 将其余的财宝 留给他们的婴孩 这难道不是 人生的胜利主吗 他说我脱离哦 不是那个坏蛋哦 是这些看起来 是人生胜利主这些人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十五节 至于我 我必在义中见你一面 我醒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 简单这么讲 在末后 有两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 就是审判台 法官在那边审判 哇 你吓得半死 把你一身手作 全部都看完 第二个画面 我们的天父 展开双臂 来迎接大家 来来来 我来到 我给你所 预备的地方 这就是人生 最大的意义啦 唱诗 341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主书盛 当主书盛 进入你心 当主书盛 现在前后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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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现在将心人当然 当天路耶稣进入你心 最高下只能行 无法自主 让主耶稣进入你心 就把心全心一坠 让主耶稣进入你心 现在也不太熟 现在也不太熟 现在将心冷淡淡 让主耶稣进入你心 当日身与风荡满里变息 让主耶稣进入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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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不太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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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将心冷淡淡 让主耶稣进入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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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eakyTalk 请坐 有一次我到斐济 那斐济的 它有好多个岛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南岛的地方 那少部分是在北岛的地区 我们有些信徒在 在那個時候在北島地區他們有做一些殺死的投資產業 所以我們就到了北島的地方去探望他們 後來這些信徒告訴我說 在那個路口有一個雜貨店 那個雜貨店是台灣人,你要不要去拜訪看看 我說好吧,那我就去囉 台灣人說台灣話,大家都很親切 大家就開始聊天 那聊天的時候,他剛好問我一件事情 他說,我這一生當中沒有做過任何不好的事情 你告訴我,我為什麼不能進天堂 第二,我這些員工,匪技員工 哪一個不偷東西的,哪一個不偷東西的 你告訴我,那他們為什麼可以進天堂 哇,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因為我也不能翻聖經給他看 也不能說那個不是我們教會信徒 不能這樣講 對他講基督徒是基督徒 我不想跟他講這個回答直接答案 我直接告訴他 天堂的意義是什麼 剛剛我在講內幕 內幕是什麼 就是神用天父的角色來迎接我們回家 大家看我應該是算好人 應該是 好啦,我說我要住你家 可以住多久 一天 兩天 一個禮拜 一個月 你都可以慢慢的忍受 我如果說我要住你家 一輩子你不是嚇死了 我說我是好人 我為什麼不能住你家 可以這樣嗎 對不起,我家是給我家人住的 又不是給好人住的 好,就是答案了 為什麼你今天要來信耶穌 就是要成為神家裡的家人 這就是人生最大的意義 所以我們是要回家 不只是去天堂,要就是回家 所以你要成為神的家人 你才能進到那永恒神 給我們預備的一個地方 不是你只有是好人而已 那他聽一聽 他也沒有馬上反駁我 他就說我在想想 後來很可惜 我們就沒有機會再過去北島 因為後來那些 信徒他們就把那個投資撤走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這是我們基督徒 其實你看哲學 他也就研究這個三個問題 你從哪裡來 你要去哪裡 你人生什麼意義 當你看到聖經 這些都很簡單的答案 那問題是你要怎麼知道 有時候你講的 然後呢 然後呢 神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心裡一個很大的疑問 還好神也知道我們的軟弱 所以他透過聖靈 來證明他跟我們同在 我們最後來翻譯一節聖經 這個是在約翰一書的第四章 約翰一書的第四章 那這節的聖經 我是覺得就可以做個結論 第四章 第四章的第十三節 神 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 神將他的靈賜給我們 從此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裡面 他也住在我們裡面 可以住在裡面 一直住不是家人是什麼呢 所以透過聖靈來告訴你 你就是我的家人 所以當你領受聖靈的時候 你的舌頭會捲動 你知道這是有一股力量 不是你自己去控制的 但是你意思是清楚的 那神不是要你體驗那個 所謂的奇妙 什麼什麼 所以有人說我得聖靈 什麼都沒有被電到 我說要被電到 是手去放在那個插頭裡面 會比較快 你手洗一洗沒有擦乾放電 裡面馬上電到 所以我覺得我們領受聖靈 當然神在每個人身上 有一些特殊經驗 我承認 如果你有你要感謝神 如果沒有你不要難過 因為跟你是不是家人沒有關係 所以重點是 當神的靈領到你的時候 你知道神在這邊 我父親 他是49年 跟國民黨軍隊到台灣來 那當時的軍隊有一個儀防的制度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軍隊 到了台中縣龍井鄉的地方 那個時候有些的家園 那個庭院比較大 那他們這些軍隊會暫時借助 到了以不老名為主 那那個時候我父親的軍隊 那個時候叫台中縣 他就看到一個小姐 就一直想要跟他講話 這個小姐不理他 覺得這個阿兵哥真的很煩 然後就離開了 那我父親就問這個主人 那個小姐是誰 那是我子女 他住在台中 我父親很厲害 不知道從哪裡找到資料 說他居然是真耶穌教會信徒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他就到真耶穌教會 台中 那時候台中總會在公園路的地方 在那邊聚會 目的是追小姐 看到那個小姐就很高興 而且他也要裝作他不是為追小姐 所以很認真聽道理 裝作認真 很認真聽道理 但是呢 聽一聽就覺得說 好像講得還不錯 但是有些事情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些人的身體在那邊動呢 難道不會很累嗎 當然也不敢問 他心裡產生一個質疑 直到有一天 在唱詩的時候就唱263首 那首是耶穌恩友 可以描寫他的心境 家人都在中國大陸 只有他一個人來到台灣 當然心裡非常的寂寞孤單 所以他就那時候就開始 哇 眼淚一直流 結果那次禱告的時候 就開始身體震動了 他才知道說 原來身體震動不是你自己裝的 是因為有一股力量來推著你 那結束之後 他就當時注目的傳道 就是謝順道長老 就說到這個事情 謝順道長老說 你這個是聖靈的感動 你要加油 如果聖靈臨到你 就會讓你說謊言等等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這些事情 後來他回到家裡面 就很想禱告很想禱告 所以晚上他就開始 跪在他的宿舍禱告 那個宿舍是一個日本 榻榻米的那個宿舍 所以在跪的時候呢 沒有多久呢 哇 那個時候就開始捲動起來 不但捲動 而且有一股力量就把它提起來 所以他是跪著在那邊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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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跳 那這樣跳的也不會這樣掉下來 不會 所以這個有零哭零笑 那 那 祷告得很大聲很大聲 因為他知道 哇 神在這裡 神 他體驗到神 後來祷告了一半 突然間外面敲門 咕咕咕咕咕 敲很大聲 誰敲門敲那麼大聲 結果阿門就停下來 門一打開 哇 警察 警察說 你這一次有沒有在打架 吵了半死 在那邊打架 喊了老半天 那鄰居在抗議 因為我爸爸就很不好意思 沒有啦 我在祷告 警察說 祷告就祷告 祷告那麼大聲 幹什麼 他也不能怎麼跟他形容 說什麼聖靈 他就講不出來 那時候就很喜樂了 所以隔天呢 他就報名世襲 在民國46年的時候 這就是他的人生信仰的開始 從聖靈開始來的 所以我也很歡迎 諸位目道朋友 雖然你聽了很多 你知道人生在去哪裡 假設你認知上 理解性之道 問題是你感性要體驗 那怎麼體驗呢 當神聖靈臨到你知道 神跟你同在 你知道原來在宇宙萬物 有一位愛著我的神 祂在等候我 希望能夠邀請我 進到成為祂的家兒 將來帶我到祂所 給我預備的家裡面 永恆的家裡面 要接受暗所可以到前面來